国家反垄断局第一刀砍向原料药 没声诉第二价格暴涨百倍 严重危害民生 万岸没想到 国家反垄断局挂牌第一刀指向原料药 11月18日 在国家反垄断局挂牌当天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 关于原料药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发布 成为医药领域第一份 与反垄断法配套的执法细则 上述公司均表示 目前针对原料药的反垄断指南 对他们暂时没有任何影响 其中富翔药也还提到 在利好我们公司并不存在 垄断市场的情况 如果国家大力整顿 对上游的原料生产肯定会产生影响 对我们的原料供应可能会有好处 11月25日 华南地区一家大型药企研发部门负责人 何威告诉时代财经 原料药垄断涨价是近三五年的事情 像维生素C维生素D2 托尔明等涨幅很大 而在整顿方面 今年以来已经有至少五家企业 因原料药垄断行为而收到罚单 包括先生药业因耐用八驱煤 浓缩业原料药销售市场的支配地位 被罚1.007亿元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 涉嫌醋酸服轻松原料药垄断 被超4402万元 吴州黄浦化工药业有限公司 苏州优合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家福制药有限公司 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 中国药点标准的张老案 共计罚每1688万元 商丘市新先锋药业有限公司 因耐用市场支配地位 高价销售本分原料药 罚约1104.8万元 因此他认为 只要原料药做好备案就能生产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生产成本低 强化竞争 也会把价格拉下来了 轻而易举破除垄断